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今日来到香港 有一段历史的专业接影器材的买卖 这位是昌绍 我叫他昌绍 认识了二十多年 你都光顺了我二十多年 幸好有多光顺 继续 别停 这位是昌绍 我的老友 也是照相馆的负责人 这里有很多全世界的专业器材 都会在这里买卖 因为现在疫情关系 我们只可以用一支咪来收音 所以各位会听到声音 可能有点声音 大家不要介意 昌绍 在你这里有什么可以卖到 可以介绍到给朋友 可以买到 相机 镜头 差不多说得到的东西 应该都可以找到出来 特别是比较旧的 也有的 菲林和数码都有 近期多了些朋友 喜欢享受菲林 喜欢慢慢菲林 在我的影片 也会介绍菲林 大家都是由菲林 过渡到数码 现在又慢慢菲林 我们也没有停过 你也没有停过 大家都喜欢这东西 没错 对 好 在影片里面 我会过渡一些 在这里可以买到的器材 大家可以看到有 腰火的纸 药 也有菲林的相机 接着也有数码的相机 机背 即是中片幅的机背 除此之类 阿昌少 即是PACE1 各种东西都可以 亦可以 亦可以买到的 是的 所以各位 可以 如果你们有什么 专业的器材想买的话 就直接联络照相馆 阿昌哥 不如我老友叫他昌少 感谢你的支持 好 除了摄影器材方面 近年你也有踏触艺术那一行 是的 一天都说 我自己本身在做这一行之前 其实我本身做情绪设计 我只是喜欢画东西 现在难得 这一行有这么好的东西 我会享受这件事 不是只是做东西 没错 除了做东西之余 还有摄影 还有在印相那一边 都是自己的兴趣 没错 所以我们很难 才能维持到这么久 是的 大家都是对影像质素的要求 没错 有 一定有要求 是的 我们事不宜迟 现在就去昌少 即是昌哥 那个视频 看一看那些照片 好 OK 小刘 这一张就是这一幅首律和纸 和纸比以往 有些人不说它会化墨 但是因为它现在研发的技术 即托墨那层涂层进步了 也可以玩得这么细 这一张之后 也可以看看这一张 这张不是纸 这张是布 也是UFO的conference 油画布 油画布之中 也可以玩得这么细 这一张之后 我亦做了一层保护剂 这一张可以放很长时间 也不会有问题 是的 好 来到这一张 这一张 就叫做Fibergorsi 亦在UFO的纸之中 差不多是它的灵魂 最招牌的东西 这些都是很重磅 310克的 但是因为现在 在噴墨打印那边的工具 和机器 亦进步了 就是墨点那些 亦进步了 亦可以印得到这么丰富的颜色 和这么细緻的层次 以往 例如这一类的颜色 其实也挺难出得到的 但是现在也可以 这一类的颜色 都可以出得到 出得这么漂亮 这么细緻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其实可以上来亲身 可以过来看一看这一张作品 亦都可以用放大镜 再去细緻一点去看 都没问题 畅少 今天就非常多谢你 抽了本贵时间 和营业时间 和我介绍一下 摄影方面的产品 或者艺术方面的照片 非常感谢 各位朋友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直接联络昌哥 即是照相馆 以下就会有他们的电话 或者你们自己上去Facebook 或者YouTube搜索照相馆 你就会找到昌哥 多谢大家支持 继续支持 推广摄影方面 我们下集见